文章来源 古老板的老巢 财政部刚刚公布了8月的财政收支情况 先来看一般公共预算的收支 1至8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7,776亿元 同比下降2.6% 以上是总收入 收入14.7万亿元 1至8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3,898亿元 同比增长1.5% 以上是总支出 支出17.3万亿元 也即 仅仅1至8月 仅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赤字就已经达到2.6万亿 再来看政府基金的收支 1至8月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6821亿元 1至8月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8170亿元 这两项相减 即2.2万亿的赤字 也即 2024年1至8月 央地政府的总赤字 高达4.8万亿元 以此速度计算 全年的总赤字 将达到7.2万亿元 我历来不主张 将财政收入的增减 当做什么经济发展的指标 经济发展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政府的收入增加 而是为了让民众的实际财富增加 因此 我并不关注财政收入的同比增长或下降 也不主张用这种数据来肯定或否定中国经济的状态 我最为关心的数据是政府赤字 在政府管控经济的常规政策中 一般分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在中国官方表达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指的就是要政府多花钱 其理论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 当市场不花钱时 要用政府多支出来带动经济 另一种政策则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就是指政府印钞放水 财政政策不一定是放水 因为政府的新增债务可能是从民间借来的 比如成头债主要由民间资金购买 以未来的税收来偿还 但当代政府纷纷走向了一个方向 即内债不是债 很多国家都不断地介入债务 但最终根本无法偿还 因为每一年都会有巨额的支出 不要说什么财政盈余 后来偿还债务 光是债务利息就成为沉重的负担 8月30日财政部数据显示 截至2024年7月末 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28009亿元 其中 一般债务162425亿元 专项债务265584亿元 政府债券426347亿元 非政府债券形式 存量政府债务1662亿元 截至2024年7月末 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9.3年 其中一般债券6.2年 专项债券11.2年 平均利率3.18% 其中一般债券3.17% 专项债券3.18% 仅是显性的地方政府债务 一年就需要偿还利息1.36万亿元 中央政府的国债余额为30万亿左右 2023年末 2023年末 以平均2.5%利率计算 一年需要偿还的利息就达到1.2万亿元 也即不计入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 一年光是支付利息就需要2.5万亿元 以各个经常性赤字 欠下大量债务的各国政府的实践来看 这些债务最终都将通过货币超发来解决 不要说有财政盈余了 能够在高债务下实现财政平衡都是不容易的 当下的中国也是如此 在税收收入减少的情况下 支出依然不减 带来的是债务持续的上升 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中 明确提出政府预算要坚持量入维出原则 在中国政府2023年1月分布的 行政单位财务规则中要求 第三条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是 艰苦奋斗 例行节约 量入维出 保障重点 从严从减 勤俭办一切事业 制止奢侈浪费 降低行政成本 注重资金使用效益 但是虽然反复强调量入维出是政府的财政原则 虽然今年中央政府反复宣传要过紧日子 并且要求地方债务多的地方 要停建一切非必要工程 要求地方政府停建各种没有收益的公共工程 但今年一年的赤字 依然可能会达到了七万亿以上的超高金额 要知道 政府的所有收入来自于民众 政府的所有债务及利息 最终也将由全民来承担 在很多人眼里 政府是一个永远不缺钱的主 他们总是要求政府支出这个支出那个 在一些狗屁专家眼里 政府是无所不能的神 即使中国财政到了这个地步 他们还在要求拿十万亿出来放水 这些专家们完全无视代价 无视货币洪水 将剥夺无数普通人的储蓄 无视政府债务 最终将由每一个人来承担 不把中国逼向恶性通货膨胀 经济崩溃 他们就不肯罢休 唯一正确的手段是减支 并且是想尽一切办法减少支出 前两天公布的青年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八 同时 2019年全国有七百万外卖小哥 2024年几乎翻倍 达到了一千三百万人 但是公务员 事业单位 国企却没有裁员潮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80年代至90年代 中国一样经历过财政危机 大量的体制内人员 以各种方式进入市场 是当时的应对方法 大量减少财政供养人员 同步才能减少各种事物的支出 同时 原有的国企办社会中的福利体系 也逐步剥离 一大堆国营工厂办的免费幼儿园 学校 医院 全部被剥离开 部分机构不再给予财政支持 大量亏损的国企 靠政策性贷款和财政发工资的国企职工 大量下岗 难不成 当下中国的国企 个个活得很好 为什么包括互联网大厂 这种没有亏损的大厂 都在减缘增效 但国企们却微然不动呢 不把减支的箭指向体制内 不把减支的箭指向高额的退休金 是不足以改变财政赤子 越来越大的现状的 现在的中国 比起八九十年代 更有改革的环境 因为生活在市场中的人更多 民企就业人数高达总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再下岗三千万 那又如何 公务员裁减一半 那又如何 教培失业老师可以去跑外卖 凭什么国企工人和公务员就不行呢 他们天生高人一等吗 体制内退休工资减半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难道八千上万的退休工资 不够刺眼吗 凭什么一个一天跑十二小时 全年无休的外卖员 一个月的收入也就七八千 而一个什么事也不做的体制内退休老人 却可以月入八千呢 如果这么改革 民众们只会鼓掌 认同改革的方向 也只有这样 反复三零五身的财政纪律 才有可能真正执行 把刀向自己身上砍 才能取信渔民 其他的支出缩减 才有可能推动 否则量入为初 只是一句永远的空话 一时的经济困难不可怕 七十年代末的经济困难 远比现在严重百倍 怕的是不能正视困难 不能在困难中勇于改革 不可怕的